越共中央保健委员会19号发布消息 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副仲当天因病逝世 享年80岁 越通社援引越共中央保健委员会的消息说 阮副仲已患病一段时间 期间受到精心治疗和悉心照顾 但由于年事已高 病性严重 于当地时间19日13时38分 在越南军队108中央医院逝世 越南将为阮副仲举行国葬 此前一天 越共中央政治局在军队108中央医院举行仪式 向阮副仲授予越南最高荣誉精心勋章 同日越通社报道 因阮副仲需集中接受治疗 按照有关规定 由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国家主席苏林接替其工作 越南官方公布阮副仲逝世消息后 越南多地电视台滚动播放阮副仲资料纪录片 各大网站换上了黑白色调 并在首页看在阮副仲与他生平等内容的文图 越南民众也就阮副仲的逝世表示哀悼 美国驻越南大使馆同日发表声明 称对阮副仲的逝世深表哀悼 总统拜登就阮副仲逝世向越南致哀 赞扬他协助培育两国今天享有的友谊和伙伴关系 是美国和越南人民之间深厚关系的捍卫者 俄罗斯总统普京也发表声明 称阮副仲为建立和发展莫斯科与河内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做出了重大贡献 他将永远被视为俄罗斯的友人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